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生日 1941年6月5日 属龙 小龙 龙是吧 几年了 41年6月 就是他本人是吧 5月 哎呦 身上是哪一阵 身上是哪一阵 你问 生癌症了 生癌症了 对不对啊 他的头一直晕 头一直晕啊 我告诉你 已经有长东西了 这在他右面 明白吗 长东西了 他的耳朵已经不是太好 对 那天在马来西亚 大法会突然停不见了 看见了吗 在马来西亚大法会突然停不见了 我告诉你耳神经济受影响了 他跟杀业有关系 你告诉他杀鱼啊 家族的不是他 就是他家族里面有人 做捕鱼啊 杀鱼啊 明白了吗 日本人这个杀业是蛮重的 就是他杀这个鱼啊 这种 他们这种捕金啊 这种东西真的很好 看见了没有 他中文还不错呢 你教他吧 继续教吧 我再给他看看啊 再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呢 给他看仔细一下 四一年这个月属小龙 属小龙不就是蛇呀 对 小龙 蛇脚的这么好 那年轻的时候 事业还是蛮顺利的 明白吗 现在他的腰不好 对对对对 还有关节不好 对对对对 叫他每天泡脚 泡脚知道吗 泡脚要放水 还有他有一个肩膀酸痛 经常酸痛 抬不起来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听得懂 按照我说的对不对啊 那两个眼睛 近视不去讲 有一个眼睛 已经看不到清楚了 右眼 明白吗 对 看见了吗 告诉你 不管谁 一起一样看 我到美国去给美国人看 澳大利亚给澳大利亚人看 都一样 都一样 现在他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他 他的头发脱得很坏 明白吗 还有 他最主要的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声线啊 喉咙啊 这个地方啊 这张咳嗽啊 干啊 而且有炎症啊 现在的手发已经是有病了 你也是日本人啊 不是 哦 那意思不讲错 像日本人 你说他 这个地方已经怎么了 他的生育已经变坏了 生育已经变了 我跟你说了 他这个地方已经严重的炎症了 长东西啊 就长在熟结的上面 你叫他不要再吃荤的东西了 日本人吃素的人也很多呀 明白了吗 他这个地方长东西了 啊 还有 还有就是 这个 小铺这个地方和他的 这个 这个 潜力线 潜力线 站在那里小便 对 麻烦才不 笑不出来 明白了吗 而且尿皮尿脊 对 对 对 都能看出来 嗯 要叫他好好念经 念心经 念大悲众 好吧 还要念礼佛 好吧 一定要把这条 小龙 小龙子 看啊 小龙子先念一点点来 先念二十一章 然后一直念到八十七章 还有我看到他的家里有灵性 对对对 因为他家里有共的好像祖先一样的一个神台 共祖先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就是共祖先的一个神台啊 就是共在那里的一个台位啊 就是共在那里的一个台位啊 家里经常有灵性啊 对 我听一件事 我听一件事 你还听拉门啊 听得懂吗 嗯 拉那个门啊 就那个木板门啊 嗯 经常拉门啊 他感觉好像可能慢慢回来 那你感觉他妈妈回来 你要我看看是不是他妈妈 晚上我叫他来看也好 是的 是的 是他妈妈 嗯 头发还眨个钱呢 衣服都没穿和服 但是拖鞋 穿那个拖鞋啊 就夹在那里的拖鞋 你你妈妈经常穿拖鞋 好了 好吗 叫他好好念经 小房子念 很多我们 你我们日本有很多同修的 很多他们都有翻译的 那个日本人的 叫他们好好修 我能帮他念吗 啊 我能 你可以帮他念的 叫他也念 就叫他念 简单的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关系 每天念 好吧 台长会让他好一点 他人不坏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比较坏 哈哈 明白了吗 现在很好 因为认识你之后 他好了 感谢贵政了 因为在你之前 他有很多啊 听得懂了吗 谢谢 好了 谢谢